5 Plus旗下的游戏工作室遍布全球 所擅长的游戏类型也十分多样 正如我们的名字一样 我们期望制作的每一款游戏 都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份乐趣与轻松 Kings Group是5 Plus旗下的工作室之一 一直专注于大型多人策略游戏的开发 在顺利发布了前两款游戏之后 我们决定离开中世纪和火器时代的题材 打造一款末日生存策略的游戏 这就是我们最新的作品 State of Survival 在危机次服的世界中 如何搜集资源 如何重建家园 如何生存战斗 决定权完全掌握在玩家手中 多样的游戏模式也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的玩家 但是如何在商店中明确地传达游戏特色 自然也是一个难题 我们在Google Play上做了几百次AB测试 比较了不同地区 不同商品详情信息的转化效果 现在剧情像商店图 风格明显的题材标识 以及游戏icon中的黄色路标 都是通过AB测试确定下来的做法 最终我们的游戏转化也提升了至少5% Google Play Points积分系统推出之后 我们很快在两款游戏 King of Avalon 和 Guns of Glory 当中进行了实装 玩家可以获得积分 并且使用积分获得游戏内的道具 这算是一种全新的从无到有的变现渠道 因此每天也为我们带来了200多笔新的交易订单 Google Play 的持续化运营功能 也能让玩家真正意义上感到常玩常心 例如我们提前对活动进行预热 在获得玩家反馈之后 第一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就算玩家暂时离开了游戏 也还是可以在 Play 商店中看到新的活动内容 从而吸引他们回流 例如我们在情人节预热了情人节活动 本次活动的参与率提升了10.8% King of Avalon 是我们第一款 SLG 产品 在线上已经运营了有4年多的时间 对于新版本的推出和迭代 我们是非常谨慎的 既要不断推陈初心去吸引新的玩家 也要给老玩家提供持续的体验 通过 Google Play 的分阶段发布功能 我们先在小范围地区内进行了新的剧情和玩法的改版 通过同一地区同一批用户的 AD 测试 来挖掘新版本的优化点 然后逐步将测试区域扩展到欧洲和北美 现在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顺利地完成了游戏的改版 想做出好的游戏 除了倾注创意之外 也离不开一个让我们和玩家紧密相连的平台 Google Play 用更丰富的工具和功能 帮助我们结识到了更多的玩家 也让更多的玩家接触并喜爱上了Found Plus 式的游戏体验 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游戏